其實這次的疫情我們很清楚 本來可以不用發生的 只要我們阻絕一境外 就不會有這一次的破口 沒有破口就不會產生這麼大的疫情 高雄安全了 只等雙北清零 才算台灣兩個月內有控制好疫情 那新北怎麼回應他這樣子的說法呢 我們新北市政府 所有的每個同仁還有每個人 其實每天都在努力做好防疫的工作 所有人都堅守崗位積極的來控制疫情 現在應該把自己的工作好好做好比較重要 大家一起加油團結防疫 讓所有的民眾可以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 請問副市長近日在記者會上 有多次重炮反擊外界對於新北市政府的防疫工作 還有疫苗施打策略等批評 那讓不少人認為說 副市長與市長各自扮演著黑白臉的角色 那請問副市長怎麼看這樣子的說法 我想市府沒有所謂半臉黑白臉 而且我的臉應該也沒這麼黑 市長是一個非常信任幹部的首長 所以他對於幹部用的時候 他就會特別提到 充分授權 所以我在記者會裡面所回答的內容 事先市長都不知情 只是市長的特別提醒 他跟我說 何然你是事務官出身的 我們事務官出身的就是為國家做事 做時事一步一腳印 我們要的是服務人民 既然是事務官出身 這麼多防疫的會議裡面 大小會議你都參與了 只要發現問題 該說就要說 那可是市長有一個要求 他特別要求一件事 絕對不可以亂講 不可以亂批評 我想在市長這樣的授權下 我想針對問題 其實這次的疫情我們很清楚 本來可以不用發生的 只要我們阻絕一境外 就不會有這一次的破口 沒有破口就不會產生這麼大的疫情 所以看了這麼多人 國人走了 我想市長也表達出 其實非常的不捨 那我們的工作同仁 看在這個一邊做 看在眼裡 這個感受在心裡其實也是非常的難過 所以如果有些地方說話比較直接的地方 也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我喜歡呀 那我對我們的目的 不要說話 在看眼鏡 我保安全性的 我們應該要注意 我們至少然後做一個 我們去看眼鏡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完 我們來看見